一車一車營車的 到民眾都在台灣所找的車 這樣的財車一車連著一車 可以繞台灣二十三圈飯 還繞不完 然後呢 後來的一直呢 殺雞齊卵 再怎麼陡峭的森林 都是這樣整個湊了 這給你們看過了 然後這個這一棵 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我在森林開會一直拿 真的撞不住的那個啊 那個就是我抓到 這個搶救七蘭開幕裡 這是活的樹啊 怎麼說哭哩倒木 我不會說 這明明就換手啊 我說在這邊 我有二三十歲 為了要給我爬啊 那一次跟所謂的監察委員 上去那一次 我後來對那什麼民進黨的那些 我就覺得很 真的很差 這幾十人在那裡躲在那裡 你看蘭妮 當年怎麼七里糟蹋岩石森林 那個岩石森林好好的在那裡 他不要啊 他就要 因為一下砍不曉得那個樹木要丟去哪裡 那個樹木 Y798又沒有價值 砍了又沒有用 那幹嘛他就是要砍啊 他就是要把天然 在這片土地的東西 懲罰殆盡啊 所以呢就這樣 臭走臭走臭走臭一旦 臭北書啊 我拿一根爬 我拿你剃頭 一刀 兩刀 這樣 怎麼搞的 這個是不是政策 是啊 怎麼沒有人在講 對不對 還有沒有人出來講 那幾十年有多少公款幹這樣子的事啊 把蘭妮的岩石森林砍掉讓他爛 這個責任到現在沒有人講過任何一句話 現在呢 這麼暖後來 又發現了出來 他們就是要這樣做人 本來是要把這裡都堵掉 要種他家的家乘 一車一車的 這比228更可怕 他要剷除臺灣的岩水森林的這個基地啊 這是我1980年代去調查 包括南港公路南西一帶 最後的森林砍花 幾十年來的所謂的山林搶救 然後到1993年 1991到93 就是去報導這個 這一棵 為了砍這一棵五百萬的幾木 你們知道幾木嗎 全臺灣最堅硬的樹 比重大於一 放木材丟到水裡沉下去 而不是浮起來 所以這棵林砍花用來幹嘛 武廳的武池 什麼皮血都不怕耐 很耐磨 你本期待玄冠 圓膏啊 這個地方 用的木材就是這種 現在呢 是雕刻第一等的木材 做平風最爛的 這棵手刀割起來幾百萬 再換賣 營業試驗的時候 就是六龜 就是假借研究之名 去記住這 我就是借用親戚的關係 因為那個親戚飆到這個 那個林班 我就由他掩護 所以那個親戚 噴死我了 罵我罵了好久 但是 你知道嗎 幸虧他有讓我進去 我也幫他的業障操生 啊 我事實上 哎呀 你想起那個 怎麼算了 這個 這個 像這一顆 你看 兩個 師父 用了一個禮拜 好好的挖 好好的切 終於把整個樹根 挖倒 這棵拿去 你看那個 那棵木的紅 紅雞油 就是這樣 都會挖斷 然後整個這樣運出來 運出來之後呢 啊 整個地區就造成 三分地雷 再下雨 就是當然是所謂土石流 1991嘛 這個時代 我就是發動 我搶救山林的第二波 還是第三波運動 最後就是第一波行政院 他的死亡啊 帶來中華民國 定了一個行政命令 敬法天南嶺 這一波運動 是很成功的 只是還沒有 立法院 還沒有立法而已 後來接下來 他們搞什麼 搞林下補職 這個時候 陳水扁在當立法委員 他的助理 叫做柔文嘉 柔文嘉的女朋友 叫做雷義賢 他們跑來找我 就說 敬他林道在利用什麼 林下補職 反正他們 一定要有守名目 把因此下面的草啊 小樹啊 砍掉 再種檜木 鬼爬到 這一幾棟的話 就造成怎麼樣 那個原來蘭護弦的家 就受到騷擾 所以有動物學的 就希望說 我們出來搶救 不要再這樣亂搞啦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有 反正這些構成 這個就是那個 構成裡面的一片山林啦 你看他們把那個 原始森林下面清掉 你真的有錢沒得開啦 你想喔 台灣這種事情 不知道多少 然後到搶救 七蘭檜木林的這個 這個構成啊 然後整個台灣的 原始森林 大概六七成 在過去一個世紀 日本 摧毀一點點 後來 國府 整個前面的 把台灣最重要的水資源 涵養的能力 保護台灣的無形的 那個防護圈 摧毀掉了 現在沒有人在講這個啦 請問哪裡有 現在只有鼓勵趙林 那個趙林 對嗎 又沒有人知道 然後接著呢 榮葉上山 為什麼阿里山 對 這一次上阿里山 因為東西太多 所以我用這裡的兩個小時來講阿里山公路 那到底阿里山 關講那個阿里山就好 希望你們能夠在有限時間 能夠變成 講阿里山講最好的人 好 你們絕對可以的 你看 這個 整個森林 趙林 什麼都除掉 開始種茶 真怕的地方 這原來的樹在這裡 原來的樹在這裡 有沒有變 搭直升機看 第二 我個人 從阿里山公路 還沒有開花 到開花構成 到一片茶園也沒有 有倒幾千公頃的茶 我整個紀錄下來 然後發動那個搶救抗爭 旅行封山 這是1991到1993的那個年段 然後呢 你看看 碰樹茶園之外 檳榔的問題 有沒有 檳榔問題真的知識體大 光檳榔一種 講一天的講不完 各個地區 然後呢 中橫 開公路 你看看 這個開公路呢 我在那個時候 我在義鄉國大公園 在這裡 公路範圍在這裡 他為什麼把原始森林 再砍進去施工 我去跟公路局抗議 當然那個時候 我是公務人員 直接是施工單位 後來就在這裡寫了 你說 你是怎麼森林 把它搶進去 你跟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沒有搶進去 我們現在做立法還要講什麼 砍樹為的是重複 再來看 再來看 整個台灣的山林的潰爛 開中坪的時候的這個狀況 你看整個這樣分岔下來 然後呢 台灣也來的地層是怎麼一回事 是所謂的這種砂岩 夜岩 對吧 那如果稍微傾斜的話 就容易產生這個地滑 整個森林摧毀掉 剛才講的那個 森林就開始跪竭 跪竭他們就做藍沙霸 好偉大 藍沙霸呢 叫做靈存整物 藍沙霸圍起來就是怎麼樣 讓平坦向小儀 石頭在這邊堆積堆積堆積 對吧 等到一次颱風來 這整個跪竭 衝下來打保齡球 然後呢 工程前再撥下來 就做更大的藍沙霸 累積更多的災難源 一次大颱風來 就是靈存整戶 大颱風的時候整個環給你 然後再做更大 給你看 有二一還是什麼時候栽變 這個藍沙霸 抓一條三條四條五條六條 你看 爐著 爐扣大 爐著 爐扣大 然後我下一次再下來 我就去跟這些工程人員說 欸 你永遠也會沒頭路 我跟我說 是啊 工程永續發展 從紅葉栽變 昏西 我不想講了 嘿 你們這一道書裡自己看一下 然後無窮的栽變 好